別人的死命是空間不報應 睡在死命大事 別人啊 若開水是經驗有意 睡哪是假光月 嚴密就出事 怪人睡在路後是尤尤歪歪 你 人是何名 阿桑 若開水 任何人啊 萬賺阿倫的名 河河中 檢店 奶過的是我 客公月是家在座本 阿桑 若開水 任何人啊 各位 鳳姐 這幾年因為耳朵惡迷啊 有想過說不要唱了 真的 我一直想 因為我家人也說我唱這麼久了 唱歌唱這麼久了當然會疲憊 又加上我耳朵 就是現在慢慢恢復 可是醫生叫我唱開心啊 那如果說再辦演唱會 這是我的一個最後 不是最後啦 我是想說 盡量如果可以的話 盡量再辦幾場 然後讓大家就是聽 因為從以前啊 我相信啊 因為現在年代不一樣 新的歌手啦 還有那個一直出來 我們該退的 該休息的 可是呢 鳳姐是想說 唱歌是 我的生命 沒錯 對啊 我想說不管怎麼樣 我還在 有機會啦 很想說 如果觀眾朋友 不嫌棄還是怎麼樣 我盡量 我的希望啊 這是我的希望 我希望再辦兩場 然後就休息 然後可是 休息 休息喔 就是 休息休息 他們很希望 會先把麥克風放在 然後休息 那個透明的珠寶 或是會有一個轉身這種 就是拜拜 或是你會台灣銀行的保險箱 推出 然後弄密碼這樣 不會啦 因為 怎麼說咧 就是要看啦 要看大家的熱誠度 還有 還有希望說 我還要再唱嗎 然後 就是 有人說 那是國寶姐 我真的謝謝 不要說國寶 我不要當國寶 還沒還沒還沒 然後 我是想說 有啦 有在籌備啦 可是 我還在 還在考慮 要不要 要不要辦 就耳朵准許的話 對 然後我想說 辦演唱會 然後我家裡就 就覺得 叫我 真的叫我休息 因為也 就是 也那麼 唱那麼久了 可以享受一下人生 然後 他們就是說 我如果每一次 像我之前辦那一場小巨蛋 本來就是連續要辦 就碰到疫情 我如果連續辦 我現在就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人家說 有些歌迷說 你台北辦 那高雄 台中 我想說你們如果有 我有心 可是再籌備到一半 就疫情 就疫情來了 可是時間拖了很長 那個熱度 有一點 大家也好 我自己也好 還要再重新 所以我怕 我家裡 對 就講到我家人 我家人就說 你如果辦一場演唱會 會老十歲 會老十歲 我第一次辦當然是 這個問題好像是我的 雖然沒有秒殺 可是也是有殺了幾個小時 可是再來辦呢 我覺得 我又不是年輕 我又不是才藝人 然後 人家 我在看 人家像阿妹啊 什麼什麼什麼 大家都辦說秒殺 都秒殺 我可能會殺很久 我也覺得一直賣 一直賣 對啊 好像本來 本來的那個 風格不一樣 本來賣票的那個速度會不一樣 話題是現在宣布賣票嗎 對啊 看起來很遲啊 我想說每一個人 欸 為什麼每一個人辦都是秒殺 我本來是有緊張 後來聽到昨天 我們去走那個河邊 有年輕人看看 啊 蔡秋鳳 然後又提到我名字 說要來看蔡秋鳳 然後我們坐下來 不是喔 我發誓 我們小凱還有我們經紀人 還有我們那個 兩位都在那邊 我坐在那邊 在一個披薩店 義大利餐廳 然後這一堆是年輕朋友 是年輕朋友 然後我們就再吃吃 然後再想說 他們 他們要 來看蔡秋鳳 後我的心就 本來吃不下 全部 食慾 食慾大開 有請客嗎 順便 我本來要轉頭 我是不好意思 我本來要轉頭 吃藕 我請你們 因為我有想 怕金正寅會說 不要 因為 對啊 我本來想說 要轉過去 請他們吃飯 應該啦 應該是請他們 他們今天一定會 比較 拍手比較多一點 謝謝 是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